父母亲现在很担心的也就是学生H1N1的群聚感染 那么在学生第一的台北县永和国中 上个星期毕业就的确发生了有心流感的群聚感染 在出发第一天立刻就有人发烧了 回来之后五名学生经过了快塞 已经确诊有心流感到现在还有学生住院 因此全班都要停课到礼拜五 不愿居民的家长就说了 这次毕业旅行出发之前呢就劝孩子不要去了 孩子呢在回程的时候就打电话说发烧下车直奔到诊所 那么家长认为这么大的一个学校 为什么呢不等到疫情缓和再来办毕业旅行